晚上七點多 男子不滿隔壁鄰居家中 吵雜聲不斷 來到對方住家前 敲敲門 想叫他們小聲一點 沒想到下一秒 鄰居氣哺哺一腳將門踹開 男子根本來不及反應 當場就被撞飛 重摔倒地 左鄰右舍聽到聲響 第一時間趕緊出來查看 但是嫌犯不僅沒有上前 關心被害人傷事 甚至還對他不停大聲咆哮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汐止 移住社區山莊 當時被害人 登門要求鄰居放低音量 沒想到卻殘遭對方踹門撞倒 頭部身體及左手臂有多處瘀傷 最讓他不滿的是 鄰居事後不聞不問 還不肯低頭認錯 躺到快要一個禮拜多 我都沒辦法上班 就頭一直暈 頭心他是否認 他是否認受到傷害我 事後是我有影片資料 他才在法庭塞那個 態度不是很好 好像都要吵架 快我們在門 結果我兒子就竊起來 就衝出去 當事人家屬不斷喊冤 但整起案件經過檢方調查後 認定動手的理性男子 踹門導致被害人受傷屬實 再加上他以髒話辱罵對方 犯行明確犯後態度不佳 也將他依公然侮辱及傷害的罪嫌 提起公訴 三區的陳祥來吸引新北採訪報導